那我開始了,你需要嗎? 好啊 我在這裡,反正我這邊看著 麻煩你 喂喂 我用普通話 好,我要中文 Testing 1,2 接下來的Session會 以前會用國語進行 The following session will be Perform in Present in Mandarin 好,接下來我們有請高見 去問我們講出 分享 分散式出版面對的戰鬥圍場 有請高見 謝謝 謝謝大家過來 有看到朋友有些意外 然後 這個題目我就不重複了 然後裡面 我會 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做的分散式出版 就是 Decentralized Publishing 或者說如果要潮流一點的是 Web 3的Publishing 我們面對的是哪三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想要解決的是哪三個問題 可是因為我們只有三十分鐘嘛 所以如果每一個都展開 可能就會很 每一個都不清楚 所以我 我倒不如說 打算 就 前面兩道牆會 跟你說一下 因為 四點半之後 到 三點半之前 都沒有東西 你可以選擇 不知道 人家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嘛 我還是按著這個 流程來走 所以我前面兩道牆會比較簡單的帶過 而且前面兩道牆可能不太牽涉一些技術的東西 反正我就直接進入好了 那我開了一個slido 然後大家如果有問題 可是又 可能不想用你的身份去講的話 可以到slido去留言 如果我們有空 有足夠的時間處理的話 就當場就把它處理掉 否則的話 我們可以往後再研究 然後另外一個 QR呢 是這個slider 本身的deck 你們可以拿去用 它裡面的內容都是Creative Commons的 創用CC放出來 那我用一分鐘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現在是一個 我會說這是一個全職的文字工作者 然後我每週會在自己的部落格 去發布一篇文章 基本上都是圍繞Web3 圍繞公民社會 尤其是Web3 Blocktrain怎麼影響公民社會的一些話題吧 那另外發表了過去十幾年發表了四本書 其中一本叫區關的社會學 附體是金錢媒體跟民主的在想像 簡單來說就是在討論怎麼用Blocktrain去幫助到這三方面 金錢媒體跟民主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中間的媒體方面的問題 我們就進入主題了 我們剛才說我們有三道牆 三個難題 想要透過分散師出版去稍微去處理一下 那第一個難題就是所謂的通路壟斷 這個大家可能不會太有感覺在台灣 我們這三個出版 書店可能大家都聽過 中華三年商務 我們香港叫三中鄉 所以可能大家都看得出來 都是中資的一些書店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台灣最大的年所書店 就是成品 什麼金石堂等等 都是中資的 那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或者說會產生什麼 不會說要肯定要產生 潛在會產生什麼問題 所以有些 你們想要看的書 它裡面不一定會有的賣 你們不想看的書 可能它就 每天都是十大在前面 香港基本上就是 這三家資源最豐富的書店 都是 可能還不至於完全壟斷吧 因為還是有一些小的書店 獨立的書店 可是分店最多 然後最豐富 然後店面最大的等等 就是這三家書店 那台灣是否真的 這完全沒有問題呢 也不見得 雖然沒有我們面對的問題 可是那些台灣 這個是 Open Book裡面的一個報導 叫書店觀察 浪漫理想不夠用 然後就談那個 實體書店怎麼變形去求生 那很多書店現在 獨立書店都見得很漂亮 我去那個大道城 過日美 過銀美去逛 就是很漂亮 可是呢 很多人就是 去享受一下那些書店 然後看到 喜歡的 可能就網上去買就好 因為網上買比較便宜 台灣也會面對這種問題 因為 書店一直 紙本書店一直在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 沒法賣電子書 那當然你聽上去好像沒什麼問題 也覺得很正常 電子書 電子書當然不能在紙本書店裡面去買 可是這個也是我們想要 嘗試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可能就是 電子書除了被 平台壟斷以外 還能在那些實體的書店裡面去賣呢 所以我們本來的想像就是 電子書就是在一個封閉花園裡面去賣的 我要買Kindle的書 我就上Kindle 我要去Kobo 我要去那個Widmore等等 都是一個一個封閉的書店 那我們做了一個嘗試 就是出版了一本書 其實不止一本書 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然後我們就透過 其實非常非常傳統的一種方式 就是刷卡就能賣 然後也就因為它刷卡就能買了 然後你就會拿到那個書的電子本 然後所以它可以簡單的生成很多不同的銷售的連接 或者說變成QO code 放到那個不同的書店裡面去賣 那我這裡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合作夥伴 就純粱社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書店 有一個小書店在東門那邊 它 它就 它是個實體的書店 有一個小書店 然後可是它 在書店裡面放了兩個 MoInc的那個閱讀器 然後有一些電子書在裡面展示 如果你看到有興趣呢 就你可以試讀 看到有興趣呢 就掃描QO code去購買 然後這個購買的過程呢 也會有30%的分潤給到書店 所以我們嘗試用這種方式 這第一種分散的一個維度 就是嘗試能不能用更多的書店去賣電子書 那如果要做到這種效果呢 其實有一點是必須要突破的就是 一個一個電子書的書店的封閉花園 或者說如果用技術的語言來說就是 需要突破那個DLM 就是書位版權管理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封閉花園呢 因為每個電子書的書店 他都會把那些書紮入DLM 就是讓你沒法在他的設備 跟他的平台以外去閱讀 我這裡截圖的是我自己的iPad裡面的一堆 其實還不止 還有其他的讀書的軟件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讀書的APP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那麼多 其實我想要讀書而已 為什麼我會用那麼多的APP呢 就因為每一個APP 它的那個Marketplace 它的書店裡面都是有DLM的 我在Kindle賣的書 買的書 只能在Kindle的設備 而且是登錄了Kindle Kindle的章 Yamaxun的帳號才能看 蘋果 谷歌 Cobo MoInc 還有其他的 MyRead等等等等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不覺得是個什麼問題 因為尤其是當這些書店都是過得好好的 然後給你的用戶體驗也不錯 大家都不覺得是個問題 可是呢,我剛剛就經歷了一個,可能大家想像不到的就是覺得亞馬遜那麼大怎麼會關門呢 可是我是在大陸買了很多亞馬遜的書,它就是說關門了 剛剛在本年的7月份,當然亞馬遜那麼大,它的確不會關門,可是不代表它不會撤出一個特定的市場 那關門以後我們怎麼辦呢,就是它還是會允許你一段時間裡面去把這個文件下載下來 可是還是必須得在它的閱讀期,或者說它的那個APP可以安裝在iPad等等去用 然後一年後,它就甚至可能就不是可能已經說好了 就在大陸的APP Store跟那些各種的Google Play的商店就連Kindle的APP都沒有了 那你就只能找這個辦法去繼續閱讀這種電子書 那你可能覺得這種事情好像也不見得會發生在我身上 可是我們可以稍微站後一點去想想就是其實我們一直所謂的買了很多電子書 從來就沒有擁有這本電子書 我們很多本來我們應該能做的東西都不能做 比如說我想要選擇我喜歡的閱讀器去閱讀 我沒辦法,因為它必須得要求我在這個閱讀 然後另外有一個也是我覺得是蠻嚴重的問題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太在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一個讀末 它每年都會有一個閱讀的報告 就是剛剛發了那個2022年的年度的閱讀報告 就說今年我們有多少多少分鐘 什麼幾千萬分鐘的閱讀時間 最多人看的書是原始習慣等等等等的 非常非常清楚 蠻好看的我覺得是很有參考價值 問題是為什麼它有那麼多訊息呢? 因為我們在閱讀什麼書 我們每一本書讀了這個時間 什麼時候讀等等它都一清二楚 這個在大陸 我覺得它這個報告可能 說實話可能是跟大陸的那個支付寶學的 因為支付寶在大陸做了很多年 應該有10年以上的那種報告 就是它非常清楚整個大陸的人 消費的行為 就知道大陸的人用了多少錢 在買那個衣服 飲食 交通 看書等等等等 做很多很多分析 然後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如果是大陸的服務 就會覺得很有那種警覺性 就是原來支付寶就是 能監控我們的消費行為等等等等 可是放到看書呢 我們好像就沒什麼感覺了 不過其實是同樣一個邏輯 就是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在看書 可是更多的可能是書在看我們 他比我們還清楚 我們到底在什麼時候 看了什麼書 然後看了幾分鐘等等 你自己都說不出來嘛 可是他知道 而且他還沒有一個選擇 讓我能不能OP OUT 你能不能不要 把我的這些訊息提交上去伺服器 起碼我是沒有找到這種選項的 那分散市出版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會鼓勵大家 不要用這個DRM的數位 數位的這個版權管理 也是去保障一下那個用戶的 基本的一種權利 另外一個如果你是能走得更開放的那種方式 因為今天是CourseCup嘛 那我一般可能不會太講這個 在一般的場合 可是現在在CourseCup 我覺得可能使大家比較 比較like-minded 這對於開放那個 原代碼 開放內容 開放政府 開放數據等等 那我們也能不能想像一下 有沒有一些更多的書 可以用一種 我自把它稱為 這個是我去年發的一本書 我用十二個字來 概括我用的那種方式 叫鼓勵正版 允許翻版跟卸滅盜版 那其實說白了 就是 也可以用八個字來說 就是 版權所有翻印不舊 就是 改一個字我們很習慣的 版權所有翻印不舊 就我們經常會看到這八個字 我把它改了一下 就翻印不舊 改為翻印不舊 就是說 你是可以去翻印的 我不介意的 而且是我 我會很樂意你這樣去做 那其實就是我們 一點 其實一點都不新鮮 這不是我發明的 就是我們已經有 20年歷史的 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叫 創用CC 就是鼓勵大家 今天的話題是 開源嘛 就是我們Costcop 可是 除了原代碼以外 內容 一樣是可以去用一個開放的 授權方式來授權出來的 我們 somehow 這兩個 運動 在社會裡面都已經有二三十年歷史了 可是 今天 到了 今天 開源好像已經變成一個 非常多人知道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主流了 因為你幾乎不會 幾乎避不開 只有開源的軟體 哪怕你可能不太覺得 哪怕你不是一個開發者 可是你用的東西 哪怕你不是用安卓 你總是會用到一些開源的軟體 或者說某一些軟件 是用開源軟體來搭的 可是我們在內容方面呢 就是好像是還非常困在一個 一種 copyright already reserved 就是那種完全封閉的 系統的那種 license裡面的思考底下 那這裡是 Creative Commons的多種 延伸吧 就是 如果我們把最傳統的 應該說整個開放與否 可以說是一種 一個光譜吧 這不是說你是開放的 你是封閉的 這不是那麼絕對 那我們有最開放的 都到最封閉的 如果 這裡是六種 Creative Commons 如果我們把兩個極端都放下去 這總共會有八種 從最開放的 我們可以叫CC0 就是最近兩年 因為NFT 然後又被人翻出來 討論蠻多的 CC0就是 也可以理解為public domain 簡單來說就是 誰都可以用 沒有任何條件 你可以用它來賺錢也好 你怎麼用都可以 沒有任何要求 反過來就是一種最極端的 可是很遺憾 也是最流行的 就是copyrights always reserved 另外一個極端 最後的 因為你說明 all rights reserved 就是 什麼都 我都已經保留了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包括剛才 我提到的就是 那些電子都鎖起來 有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 有很多 上場你應該能做到的 都不能做到 比如說 我不看這本書 我用AI軟體把它讀出來 行不行 不行 因為它已經鎖住了 然後它軟體沒有提供這個 就不行 可是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吧 你想像紙本書 我讓人家讀這個紙本書出來 都不行 然後如果我看完這本書 傳給人家行不行 不行 有點像一個 soulborn token的概念 這是Creative Commons 然後 我剛才說到 我去年 大概半年前 發了一本書 就是用這個方式 來授權 所以 雖然我賣的是電子書 可是 看的人 買的人有權 應該說 反正他殺載也可以 他有權利做任何事情 包括把它打印出來 我在一個讀書會裡面 就有一個讀者吧 這本書 打印出來 都給我簽名 這挺 所謂的挺有溫度的一個事情 可是 不見得 必須要只本書 才能做得到 這個是 用不同的 閱讀器跟軟體 去讀同一本書 這也是我們有自由去做的事情 而且這個是 安卓的PET 所以它裡面有各種工具 比如說 剛才提到的 一些AI的工具 讓你把它讀出來 或者說分析等等等等 都能做到 都是傳統 鎖住的 DOM的書 是做不到的 那 我本來想要把前面兩道牆 控制得更短 有多點時間 談最後的一個資訊審查 可是現在也 還好 十分鐘我們把它講完 就是 也是 非常重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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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可是也許台灣的 朋友們沒有很強的感覺 因為 大家大概不會擔心明天 看不到報道者 大概 不會擔心明天 看不到某一份報紙 這個 很遺憾 就是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我們 很多訊息 從 蘋果日報 從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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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的書等等 都從 圖書館跟 書店被下架了 那我們 面對這個問題 希望 能透過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的事情 我還是多提供一點點 那個背景好了 然後 這其實 並不是一個新鮮的事情 就是 幾年以來 這圖書館都有不同的書 去下架 可是 其實圖書館去下架一本書 市民是很難發現的 因為 他不會告訴你 我下架某本書了 你只能去圖書館搜索某一本書 找不到 而且 以前 搜索過你找得到的 你才知道他下架 然後 有一些記者 很有心 也很有 計畫 就是 兩年以來 兩三年以來 之前都已經整理過 有什麼什麼書 現在又去 不斷的 那些書 然後 也是一些 大家會覺得這是比較敏感的書 如果你去賣的話 就不一定違法 可是 肯定會 遇到一些麻煩 第三 就是 哪怕真的 私人書店買得到 然後圖書館就不存 那圖書館還用來幹嘛呢 所以 這都不成理由 我們嘗試用分散式出版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也是剛才提過的一個例子 我們把一個香港著名的小說家東奇章的一本經典的著作用分散式出版 外面的出版的方式 放出來 那 它整個操作呢 是 首先把這本書想像成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 Metadata 原資料 另外一部分是 這書的文本 跟封面 文本跟封面 再分兩個不同的檔案 那 它的Metadata呢 是寫在區塊鏈上面 因為 大家 應該都知道了 區塊鏈的那些存儲很貴 所以 沒法去 整本書塞到區塊鏈去 所以 區塊裡面呢 只存 Metadata Metadata 當然就包括那些 書名 作者 名字 出版社 什麼授權方式 預期等等等等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Metadata呢 就是 這個書的文本 存在IPFS裡面的那個Hash是什麼 因為你只有把這個Metadata放上去 Metadata跟Data之間才有一個關聯嘛 就你就能 只要不會 丟失了這個Metadata 你就能透過Metadata裡面的Hash 來找到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分別是它的文本跟它的封面 那這本書的做法呢 是文本是一致的 因為我們也想要透過這種方法來保育內容 保育我們的歷史跟文化 所以這個書的文本一致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能知道這本書從出版到我們看的那個時候中間沒有被修改過 因為Hash是一樣的嘛 那可是它另外有一個特色呢 是封面是每一本都不一樣的 它發行了一千本 然後就會有一千個不同的封面 作為一種收藏的理由跟噱頭吧 也可以理解為 那我們可以在念上的數據看到 誰擁有這本書 因為每一本書都會 一千本就是會用一千個NFT的形式來賣出來 那剛才說文本是放在IPFS上面的 IPFS我剛才沒有特別介紹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還是用一分鐘簡單介紹一下 它就是一個你們叫什麼 有一個以前用的 是電弩嗎 台灣這邊也會有一些P2P的 說白了就是當時很多就是盜版的 無人體跟影片等等的 那IPFS也是很接近這種東西 也是P2P的 它當然有一些新的元素加上去 總體來說就是 每個人或說機構都安裝一套無人體 一起去幫忙分發整個分散式 就是存儲系統的內容 那我這裡是我自己的IPFS Desktop 那我隨便做了一個截圖 就當時候有大概 連了大概400個Piers 然後來自不同的地方 挺分散的就是去到河南 Costa Rica Costa Rica在哪裡我都說不出來 美國 法國等等都會有 所以這機構裡面 有一些是個人 有一些是機構 有一些是機構 有一些可能是圖書館等等 就幫忙一起去存這些檔案 讓它不會消失 那我們還會存在另外一個系統 叫RWIF的這裡 可能不太可以再說一點點 它的也是一種分散式存儲的技術 可是它跟IPFS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它還想要透過一些 提供一些經濟的誘因 讓那些存儲的人能得到一個理由 因為在IPFS裡面 它是一套機制 讓我們有一個方法 去一起去記住某些東西 可是它用台灣的語言 就是用愛發電的 你存儲沒有什麼好處 而且我的電腦裡面也安裝了 是我一般不打開 這不是說很不願意幫人家存儲 而是它很吃電 我打開的話 會讓我的電池用得比較快 所以我一般不打開 偶爾才會打開 同步一下新的內容 那RWIF就是想要 從一個經濟誘因的角度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它會基於兩個基本的假定 那至於這個假定是否合理等等 大家可以判斷一下 我只說它的原理 因為它想要做到的目的是 永遠去存存 保存住一些資料 所以我是永遠不知道 它是否能達到它的目的 因為你不到永遠 就不知道它是否能達到永遠 所以我們只能用它的邏輯來判斷一下 那它基於兩個假定 第一呢是存儲是越來越便宜的 因為如果存儲不是 是均價的 或者說越來越貴的 無論你付一個什麼成本 你都是沒法永遠去存的 可是如果存儲是越便宜呢 它在它的黃皮書裡面 就有這個分析 就是過去40年以來 基本上每年的存儲的價格 都會下降大概40%的樣子 所以應該是高中的數學吧 你就知道如果能算出這個面值 基本上我們就知道 理論上永遠去存一個數據 就需要多少錢 這是它第一個基本的假定 另外一個呢是 當我存儲的時候 我是用戶的話 我要存儲一筆資料的話 我付出的那個錢 我是說我要存這筆資料的一輩子 可是這筆錢呢 不是馬上就發放給那個 幫忙存儲的節點 而是先 一大部分是先存起來 在一個基金裡面 然後這基金會再 產生新的 新的錢 利息等等 去有一個 按照一個時間 慢慢的拍出去 那你就想像 有點像是那個 洛貝爾掌 就是好像它永遠拍不光嘛 很簡單 因為它不是用它的本金來拍嘛 它是用它的利息來拍 只有它當年有一筆很大的錢 然後它每年產生到利息 就用來拍它當年的獎 所以它理論上它永遠拍不光 它就用同樣的一個 差不多的一個邏輯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第三個 最後一個 牽涉到的技術去存這些東西呢 就是有一個照ISCN 總而言之定義的一套標準 去把剛才我提到的書的原資料 放在區塊鏈上 那這個ISCN 就很像我們讀書 會看到的一本書最後的那個 把口 就是ISBN 國際書號 不過就是放在一個更 第一就是不是政府來管的 不是一個政府的機關來管的 我們台灣拿國際書號很簡單 可是在一些國家 拿國際書號是非常難的事情 在我們普通人幾乎沒法在大陸 中國大陸去出版一些書 因為我們根本拿不到ISBN 可是ISCN是開放的 就是每個人都能馬上去拿這樣子 它也能應用在除了書以外 更廣的一些內容 比如說一篇文章 我每週寫的文章都會拿一個ISCN 或者說圖片等等也可以 那說白了 就技術方面沒什麼很讓人驚訝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JSON JSON LD 是前面那位同學去設計的 這個是剛剛提到的那本書 我們每一本書最後都會看到ISBN 這本書有點特別 它最後放的是ISCN 如果掃描這個ISCN 就會看到這個鏈上的一些資料說 這本書的那些metadata是什麼 就這樣把那個傳統的 不要傳統的用戶體驗 就是大家在書最後的一頁看到的 哪怕它是電子書也好 打印出來的紙本也好 掃描就能看到它的那些 註冊的那些原資料 可能一般人不太會看那些ISBN的內容 圖書館跟研究員就會看很多這種東西 那這個是鏈上的數據 我好像不小心按錯了 這也是電子上的其他數據 能看到這本書 從作者的手上傳到讀者的手上 然後再傳到可能讀者看完 還傳給更多的人這樣子 就有點偏偏的概念 然後這些資料都是存放 都是由 剛才說都是存在Blockchain裡面 那這個Blockchain就是由 這裡可能不太展開 就是很快的帶過 就是一個 Proof-of-Stick的Blockchain 然後下面有很多 甚至50個Validator 驗證人去 等於是有50個節點 一起去存這些數據 那這50個節點 是很分佈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剛開始的時候 它會比較集中在香港跟台灣 有一些 有少數的名字 可能大家有聽過 就是比如說台灣視察中心 它在開始的時候 這三年半以前 到現在都是一個節點去存這個內容 那有這裡是台客大 然後沒有 可是北客大 他們的區塊鏈社有存這些數據等等 還有一些香港那邊的 支持開放運動等等的組織 或者說公司 那慢慢現在過了三年多 就發展到分佈在全世界的 一些50個個人跟群體 去一起去存這些內容 去保障不會因為某一些特定的原因 哪怕是天災人和政府行為等等 去把這些書的metadata 去刪掉改掉等等 那我的分享大概就到這裡 然後這裡是我的個人聯繫方式 都很簡單 就是郵件可以找到我 這個是我的個人介紹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然後可以在場 當然我們就可以馬上去討論一下 否則的話 有需要稍後找我的話 也很簡單 給我發個郵件就可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怎麼看slido呢 好像沒有看到有人低頭去打 是否就代表沒有slido 我自己的電腦 我看看 還是有人直接想問問題嗎 好像是沒有 好像是沒有 好 好 剛剛 剛剛提到說 差不多有50個節點 是有不同的 只不去 證明資料 那 這個 這樣子一個團體 是有其他的 單位可以一起加入 或者是說 有什麼時候做審核機制嗎 沒有什麼機制 然後我給你看看 這50個節點的 實時的一些運作情況 這也是 區塊鏈的那些 browser 然後看到 那個 鏈裡面 各種數據 這個是市場的價格 然後有 block 就是現在第幾個block 有多少個 過往 有多少個 transactions 每一個 區塊 大概6秒鐘 67點多的 B 是 直壓的 就是壓住的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 剛剛說validator 這裡就可以看到 Active的有50個 然後 總共有 131個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 進入 所謂的進入 就是在伺服器 安裝數據 然後 安裝那個軟件 然後同步數據 可是 因為只有50個名額嘛 所以你需要是 前面50個 排在前面 前50 最多人 直壓 token給你的 validator 就很像 我們民主社會裡面的 投票 可是 pail就是你的token 就是我們所謂的 lightcoin 所以我有token的話 我信賴哪一些 validator 我就把我的token 壓給他 就等於 不是送給他 是壓在他手下 由他來代表我去 投票 然後如果前面50位 佔的最多的 這裡可以 全部看到他們的數據 佔的最多 validator 那個 直壓的 就會成為 active validator 之一 就成為立委之一 那 我現在用立委這個字 可是它其實有 同時有兩種性質 一個是它基障的 所以可以說 銀行跟立委 兩個身份 銀行那部分是 客觀的 所以說 他就按著 誰 給誰 去 轉賬 或者說誰發表了 一篇文章 誰發表了一本書 出版了一本書 等等去寄就好了 他要審的其實是 純粹就是這個 private key 是否真的是他簽的 他就是會過了 哪怕他覺得這個 這個是不道德的交易 他都得記下去 另外呢 他立委的身份 就會去按一些 proposal去投票 就是這裡有不同的 proposal 比如說有些是花 社群的錢 社群有一個詞去 投放在不同地方 比如說給 創作者 這個是關於 整個軟體的更新 軟體的更新 因為它既然分佈在 全世界各地 它不同 這不是我自己去更新 我的MacBook 我更新我的MacOS 我更新我的安卓 iOS等等 我只是說了說 也不是一個 中心化的網站 但這個 背後的開發公司 它是喜歡的更新 而是需要取得共識 我們在什麼時候 停掉過往的 現在的版本 然後就開始用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是 標註在 GitHub的某一個 某一個特別的目錄 然後大家就 按照這個時間去更新 這樣子 很多很多的 提供 都是可以 由 validata 去投票去通過 這個區塊 它除了像 你剛剛講 記載一些 書籍的 MetaData之外 它還會 記載一些 資料 可以 理論上 它可以存 理論上 它可以存 任何東西 不過因為 至少在我們 連的設計裡面 它有一個 重點 它有一個定位 它垂直 有一個垂直定位 是希望服務那些 出版跟內容創作等等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 有幾種吧 第一就是 Token的 Transfer A 把月桿 Token 轉帳到B 手上 這是最基本的 另外一個是關於 出版 就是有人 註冊一個 ISCN 這ISCN 可能是圖片 可能是文章 可能是書 可能是任何東西 第三個可能是 有人 鑄造 IS 不對 鑄造NFT 就是基於一個ISCN 再把它鑄造成為NFT 比如說用我剛才說 一本書的例子 我註冊的是一個ISCN 這是一個作品 可是我會 鑄造 1000個NFT 在第四種 Transaction 就是 傳 NFT 就是 傳普通的Token 註冊內容 Mint NFT 傳 NFT 還有更多的 包括投票等等 都是Transaction 都是寄在這個 都是由 每個區塊 由不同的Validator 去寄這樣子 好 那 感謝大家 今天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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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ko 給我們帶來的演講 如果大家對這個話 對這個議題還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Kinko來私底下討論一下喔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演講會在 三點半 三點半 就是關於這個Postgres 對 然後我們三點半會有 會有接下來的演講的時間 對